想知道更多幕後真相 來 國民大會 讓鳳馨說真話帶你們看得到 週一至週五晚間六點 國民大會 這個烏肉拔妝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到這個週末傳出來說 妙天要改支持蔡英文 而且還PO出了蘇嘉全跟妙天的合照 並且蔡英文很開心的說 我們確實有一些聯絡 但是妙天說 我絕對沒有說支持蔡英文連任 所以這個烏龍拔妝背後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妙天專家 有志 感恩師傅 参叹師傅 不是 他這次反而操作 反而讓他自己受傷 蔡英文 我可以這樣講 我覺得他對宗教票的疾 已經反映到這個身上 通常對妙天這種 擁有宗教票實力的人 你不會去給他用蹭的 通常會是用彈的 或者是你要什麼方法 去給他吸引他 不是 我覺得任何人都一樣 至少誠懇 我為什麼說這麼蹭 因為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是從自由時報先開始 然後三立跟著報 然後整個綠媒的大立的 同樣一個標題說 妙天支持蔡英文 結果全部花蘭之後 我相信很多不只我 很多人的群組裡面 大概都接到類似這樣的訊息 這個訊息是什麼 他們裡面當天在道場裡面 的人傳給我們的 所以這真的是你朋友 對 他是說他當天有在現場 然後你看裡面的文字 我有把它框起來給大家看 他說他形容像第一段 像是背江的一軍 還在幫忙抬轎子一樣 OK 這句話就很重了 對 很重了 他為什麼會這麼講 感覺算很生氣 你往下看就知道 因為那個天天早上六點 本來為了蔡英文 全部都在清場了 整個道場在那邊 弄得亂七八糟 大家都覺得蔡英文要來了 八點二十幾分 突然說不來了 大家都在那邊盤坐了 就奇怪為什麼你不來了 後來我下面那個黃色刺說 他們覺得說好來不來就算 沒人干擾很棒 所以他們並沒有 那麼期待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蘇院長代表蔡總統 跑來了 蘇嘉全來了之後 說要跟他們一起學習 他不是說我來拜票 一起學習 結果下面這個黃色 結果是讓記者拍照 我們還傻傻的配合他 拍完照 蘇院長起身繞場 一圈後就沒再看到蘇院長 學習感覺上很謙卑 但是從頭到尾的舉動 就像是作秀 待不到幾分鐘 他就是坐在那邊 所以大家應該也看到 媒體的那個照片 坐在那邊跟大家一起 咔嚓以後他就離開了 然後緊接著 就是旁邊 這樣很不尊重 對 緊接著就是旁邊這一段 他們自己還帶記者來 你看旁邊這個 自己還帶記者來 然後這個道場的師傅 他是形容說 就像一套劇本 有沒有圈起來那個 他覺得是一套劇本 所以是三明治跟1450不斷的扭曲 就造成什麼 往下看 帶風向 讓人家認為廟天主席 挺誰的態度反覆無常 最後這一句 就是我要跟他講的 蔡英文想操作這樣的事情 沒想到整個張萬的信眾 他們的態度這樣 你操作我們 你害我們廟天主席 被人家說反覆無常 很可見這三萬票 我覺得是拿不到了 所以明顯在這一次的 這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蘇嘉全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 他真的非常認真的 希望極責立功 但問題這樣子的 一個烏龍拔妝之後 會不會反而傷了蔡英文 弄巧承作嗎 剛剛有一次講 我其實有一點 我搞不太懂 說民調蔡英文真的贏了30% 還需要用這種方式來拔妝嗎 你可能擦3%很接近 3萬票就不好了 拔妝就真的很需要 還要設計這一種 然後去見廟天 帶媒體去故意 把它擦一個照片 所以我第一個 所以重點是 那個照片的咖嚓一下 對 所以我不相信 一定有差到媒體講了30% 第二個 蘇嘉全為什麼這次那麼積極 大家知道蔡英文的 宗教後援總會誰在操盤 余政憲 他是掛黑暗花的 所以不是蘇嘉全在掛頭盤 當然過去蘇嘉全有幫忙 在做宗教這些相關的 有可是這一次掛名 連任的黑暗花的 火長總召還不是你 結果你這幾次要做什麼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余政憲去聯絡這些人 為什麼蘇嘉全這麼積極 廟公立公 要什麼 要什麼 當然過去前政治為不分區 蘇嘉在屏東搞得有點臭調 那這次積極要搶功 為了什麼 當然理會說民棟蔡英文有可能贏 贏他要唱什麼 有的要安排 尤其我們平台報著屏東人 我們兩個蘇貞昌 蘇嘉全 都一個幹過立法院長 一個幹過屏東縣長 如果蔡英文真的有連任之後 現在哪個位置最重要 就是行政院長 對 資源多 蘇嘉全有講過他不想 因為蘇嘉全有曾經講過 他不想要繼續留在立法院 他就是劍使行政院 但是現在衝到你看都已經 這個不太舒服還去站台的 蘇貞昌講到流眼淚對不對 所以大叔小叔兩個在真的看得出來 但他們對於選情人 怎麼太有關了 不過因為其實證實林非凡 指控說宗教染